LEO 了世纪 天梯的东西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来看波兰人对上阴家人 这场比赛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图 先来看一下大约出生点位 10点钟方向的波兰人 波兰人的特色是他的模仿 被大庄园所取代 只要在大庄园旁边 撒下农田之后 农田完成了 就会立即获得8%的农田食物 所以波兰人 他是种田效率最好的文明 后期的肉量是非常可怕的 波兰人他的肉很多 而且肉麻也是超级痛的 肉麻的伤害非常高 还有扩散伤害的效果 所以整体用起来 波兰人是偏向骑兵文明 那等一下银罐贵族特权 可以让骑士只要一只30块钱 但是他的骑兵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游侠也没有三级马凯 所以用起来遇到游侠果的时候 可能还是正面容易打输 那波兰人最大的问题是 很怕遇到骆驼国 因为他没有搭枪兵 起兵容易打不赢 后面可以考虑转弓兵路线 或是走马攻路线 或是走战锤兵 剑有 都是他可以后期的转兵 但是他没有火枪 所以会比较可惜一点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映家人MBL选择的文明 出生点位大约3点钟方向 映家人的特色是他的军事单位的食物 消耗减免非常多 不管你是要出剑兵勇士 枪兵老鹰或是战毛兵 这个投石手还有枪队长 都是有非常大的减免 那映家人他的生旅科技 除了是赎对思想 跟宗教狂乐以外 没有还是稍微能用的 因为有这个关键的 就有赎思想 那后期可以点一下植物盾 让老鹰还有这个枪队长 这个防御率非常的坦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边的地图 地图目前看起来黄金 这里有一块 左边有一块 右边有一块黄金 那黄金的位置目前看起来 MBL是比较难受 是两块附近的位置 那这两块黄金的位置 让他前期是没有办法 很好地掌控下来 一定要到城堡时代 去来插城堡才可以守住 而且这里一望无际都是空地 这个要防守相当不容易 下面这个地方 可能可以补个城堡中心 还可以救 以他的地形来说 算是有点小天土 也不是说小天土 根本就是天土了 那为什么是小天土呢 是因为这个果子还是在外面 要是这个果子在后面的话 哇 那就真的是天土了 但是我觉得以广义来讲 应该还算是天土 天土没错 MBL天土开局 非常舒服 好 这边直接围持 要不交流 英家人要直接上城堡时代吗 好 平安时代的老英 是打得赢赤猴的 那哈特 这边是绝地 不围加吗 好 补了一个军营 待会这里补马厩 再补一个房子 这里再稍微围起来 那这里的围加部分 比MBL来说是稍微难围一点点 但他围的范围更大 甚至连石头也都可以稍微围一下 如果他是要小围的话 可能就是这里围一下 这里围一下 这里围到底 围到底围到底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好 那MBL 咦 怎么急杀掉了对方的漏马了呢 对方的漏马就是死了 但是MBL的老英还活了下来 跑到城镇中心里面补下血 就去城镇中心里面吃喝玩乐一下 再凑三个人就可以打一株麻将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波兰人 这边是把自己家里给围死 围死了 好 这里补了赤猴出来看一下 啊 枪兵 差一点捅到再来一只 哇 这个控兵控得很好 我巧妙闪过枪兵的侦察 好 那现在波兰人 家里也围死 OK 围了一个大的 确定要把中间围死 OK 没什么太大问题 围家的部分两边都是围好围满 前期没意外的话 会直接跳到城堡时代了 封建时代先上去 看到情况不对 直接上职城 好 那MBL 这边要思考的是 待会上去是要打老鹰吗 还是要打工兵 哎呀 打工兵了 OK 那他的思考时间点跟我差不多 这边就是要思考要不要转兵了 好 那先转个射箭场 这里可以先出个毛兵或工兵 那没意外的话是按工兵哦 因为按工兵比较便宜啊 不需要肉 因为像要生石代哦 待会可能还要点个一集射 所以肉会比较凑凑一点 黄金的话可以挖的比较快 所以出工兵其实是可以有压支力 而且又可以升级时代快的一个出兵选择 好 那现在前面的部分 三只老鹰 两只枪兵 压着压着 继续往前走 那现在四只老鹰呢 奉兵到前面 哎 我看到你了 就射一下你这个正在修理 城镇 修理马厩的村民 那个村民完全不屌 哎 但是毛兵来了 好 结果先升时代的是波兰人 各位 这就是波兰之力 这个食物啊 已经遥遥领先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经济是916 诶 但是硬家这边经济更好 这边是 诶 为什么这边村民处差距这么多 34对37 诶 诶 这个诶 怪怪兽 两边都没有船镇中心闲置 也没有怼轮轴 诶 怎么村民差距来到了3 啊 没事 因为这个城堡时代 太早点 保险 保险 好 MBL 这边稍微慢了一点 稍微慢了一点 好 那没事 那应该是没有落后才对 好 那HART这边里面 藏两个射箭场 应该是要来 欸 偷馬弓數量 不想讓MBL給注意到 好 那這邊走馬弓 拖籃馬弓 雖然是在也是比較頂尖的天梯上常常看到了 現在頂尖的高手們也不太會直接走騎兵路線 或是走不攻兵路線 而是走馬弓 越來越多了 好 這裡有品種 跟蹤技術也還沒有點 稍微再找個機會點一下 那現在開了一個TC 雙TC先農一下 稍微再補第三個城鎮中心 好 六隻老鷹 對上六隻馬弓 現在馬弓狩獵老鷹非常強大 投射出來 看一下這一波 躲掉 漂亮 好 老鷹再死了兩隻 馬弓開局現在對於南美來說是有點難受的 因為他在城堡時代的血量是很少的 遠防也不夠高 在城堡時代的老鷹的遠防只有基礎三點 那點下二防之後也才五點 那馬弓的話 點下二擊射是八點 所以剩下還有三滴血喔 比步工兵來說好上很多 而且甚至移動速度比老鷹還快 所以老鷹被秀的機率也是有的 雖然老鷹打工兵 是大家所知的觀念 但是打馬弓就不好說了 因為你追不到 而且人家可以打帶跑 一直點八你 讓你的老鷹的血量一直被poke poke到後面真的是會受不了 欸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槍兵先點掉 哇 這個槍兵輸出了快一百點傷害了吧 出了兩三槍了 好 那接下來沒意外的話 兩邊應該會稍微進入開農的一個階段 這邊直接射進去 我的天賺了兩三槍 兩槍而已 現在MBL輪走技術點下了 老鷹再繼續按 現在弩炮出來 想要繼續給HOT這邊更大的壓力 壓力很明顯的是在MBL身上 MBL這邊選的文明是印加人 印加人在阿拉伯也被稱為S級的文明 那以其他遊戲來講的話 就是T1 那有些人說他是T0 比T1更強 T0 對 因為阿拉伯本身是一個打架地圖 所以 能不能多出一點兵數量 會是關鍵 這個減免這麼多的食物 自然就可以爆出很多的兵力 好 現在馬攻血量有點殘 先拉回家 好 現在又在打帶跑Poke了 欸 結果 又被點掉一隻 好 投石車出來 開始砸城鎮中心 後面這兩隻僧侶 要小心了 好 馬攻繼續來 不然這邊是擁有 救出思想的文明 這一防三頭 還是可以考慮 唉唷 結果這個老鷹 直衝 還是戳掉了非常多的馬攻 馬攻沒有空 全容被老鷹戳爛了 好 現在 對MBL來說 最大問題還是 經濟現在是落後的問題 村民樹已經落後了快要16村了 現在波蘭人3TC開農 經濟還不錯 現在這個投石車暫時有點難解 掌個一發沒打到 打工偷射一下 拋過來串燒 能夠點掉這台投石車沒問題 好 伸頭前壓 我們的老鷹還在秀 那這個老鷹只剩11隻 傷害其實不太好 這裡要不要預判 趕上去選擇撤退 這個上去真的會出事 好 看一下後面 後面波蘭人擁有這麼大片的土地 待會就會過得很舒服 待會大中原就可以一片一片的 輕鬆灑 沒壓力 好 現在浩特決定是使用劍塔來防守 沒有打算要走救贖思想的路線了 那這邊不點救贖思想也不錯 畢竟硬家人能招搶的工程器也本來就不多 後期也沒有火炮 甚至也沒騎士 就只有老鷹而已 所以不投資生旅科技 我覺得算是非常合理的判斷 好 那波蘭人這邊要思考的是 要先點彈道學 還是要先升帝王時代 那如果要先升帝王時代的話 這邊農田就要繼續灑 那如果要繼續打架的話 彈道學可能這個時間點差不多該點了 30分鐘左右 好 補下了大學 最後是選擇了彈道學路線 而不是灑農田 大莊園樹地王路線 看來哈克還是想要再跟MBL 在城堡時代多玩耍一下 現在這個時間點對他來說 是很舒服的 因為只要你前壓生頭的話 就意味著你前期的木頭資源 都不能讓你開TC 甚至撒農田 所以你升時代 基本上不會到那麼快 而且又開了兩個TC 第三個TC也開在這 雖然哈特可能不知道他有3TC 但是用拆的應該也能拆得出來 對方應該是轉農了 3TC開農 畢竟硬家這邊速生帝王 經濟也很差 是沒有辦法點出相關科技的 好這裡馬公一個集結 後方十九隻老鷹 上台奴炮 哦哦聖物開始撿回家了 但是老鷹依舊在被馬公狩獵當中 彈造學還有十秒鐘左右 好重點下了二級的工兵鎧甲 防御稍微提升了一些 好波蘭人馬公數量已經來到了23隻啊 哇這個傷害很高很高 好上高地 奴炮串燒 漂亮 再串一下 喔這個DPS 奴炮非常的好 這裏老鷹數量龐大 MBL選擇了 上高地 讓後面的奴炮有輸出環境 現在頭車趕快拉過來 頭車砸奴炮 好這裡補了一根劍塔 好母子環也點一下 好那最近有觀眾說 欸為什麼有些高手們用劍塔防守 卻只用瞭望塔不用防禦劍塔 那其實這個不是他們不用的問題 可是他們覺得壓力沒那麼大 劍塔往往是拿來嚇阻用的 還有讓村民躲進去用的 基本上輸出還是得靠自己的部隊 好這裡老鷹抓得不錯 兩台投資車拿下 畢竟劍塔的傷害真的是有限 所以主要還是要靠自己的出兵喔 而不是單純靠劍塔 畢竟你生了一個防護劍塔 也不能守住對方的大軍喔 好後面補了一個大莊園 好這裡開始補農田 準備要升帝王時代 NBL已經點下帝王時代了 3分鐘就要好了 但是NBL這邊的村民數有點少喔 因為剛剛斷村斷了10分鐘只有 哇這裡馬功加上騎士的輸出 直接點掉了所有的奴炮 漂亮這個騎士還在秀後方的老鷹跟槍兵 一槍拿著下來 哇兩滴活了下來 哇這個騎士 控的非常的細啊 這就是世界頂尖的天梯 每一個單位 DPS跟控制 打的就是打好打滿 好 好那哈特生時代打圓滿了一分鐘 還能接受 並不是太差的一個數字 一分鐘而已 但是NBL這一分鐘對他來說 是黃金關鍵的時間點 但是我們剛剛說了 NBL這邊早早上去的話 問題就是雖然可以上去 但是沒有這個資源 可以去點他的老鷹的升級 甚至這個數量也秀起來 所以這邊上去 因為地龍時代可能還是要被鴨子打 不然就只能轉戰毛病先擋一下了 好那硬家人打戰毛病的話 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三公三訪也有 也有拇指 所以okok 好但是這邊還是想打老鷹 但是黃金有點缺喔 我們開頭講的那兩塊黃金喔 現在問題真的出現了 好這裡補了一個城鎮中心 但這一塊黃金呢 該怎麼守 是個極大的問題 好NBL後方 找火 這裡有圍了一些石牆 但是馬功過不來 好選擇了後退 好後面圍石 正面的部分 老鷹終於出發 剛好可以走一個變身時間 好 金瑞英勇士 點下 漂亮 好過去看了一下 欸有騎士喔 好一根城堡正在蓋 好看到城堡可能要撤了 欸呀這一波衝了會輸出式 裡面很多騎士 不然這裡還沒有點下貴族特權 好 貴族特權可以點了 但是還沒點貴族特權之前 就開始在產騎士了 這個timing點轉得還不錯 最近馬功騷老宗 好貴族特權要不要點 點一下 先點了一個惡攻 欸 突然 真的是忘記點 貴族特權 趴著這邊 繼續在圍了一堆城門 不想讓老鷹溜進來 重裝騎士 也沒升 好 直接轉戰錘嗎 那我是覺得打老鷹用戰錘 稍微有點被動 其實還是比較優秀一點 好 這裡馬功沒有控好 要被老鷹給戳光了 帝王時代的老鷹精銳版本 來到了4加2 待會再加個2點遠房 哇 遠房8 馬功怎麼射都是1滴 射不動 好 這裡直接鬼轉戰錘兵 到不起戰錘兵開始成型了 這波馬功 在後面繼續想用控木頭 但是 老鷹來了 是不是該撤了 哇 帝王時代的老鷹很麻煩 跑得很快 1.43的跑速 馬功這邊是1.54 稍微慢了0.1而已 完蛋這個死胡同 又要被抓個幾隻 好 這裡終於點下了植物盾 植物盾來了 遠房高達10點的防禦力 好 那波蘭倫轉戰錘 印加這邊就可以考慮轉槍隊長 槍隊長打這個戰錘兵 拉打的效果還是很不錯的 好 這裡戰錘兵直接手撕城鎮中心 這裡想要偷野礦 好 現在村民宿來到134村 對於上93村的印加人 MBL這邊村民並沒有很積極的單案 TC閒置已經來到了22分鐘 3TC一直有在斷村的問題 好 但這波老鷹抓得不錯 好 經濟差的話 那就要從軍事這邊稍微賺回來一點才行 好 波蘭倫點下列克提克遺產 直接要轉大洛馬 騎士出了16隻之後放在家裡 沒有打算出去騷擾 而是全面防守 這16隻騎士要調度一下囉 下面的老鷹已經飛進來了 右邊卜力跟城堡 騎士在後面繼續發呆 正面 這裡這裡戰錘 趕快擋 戰錘跑太慢了 連跑速1都沒有 還差了0.01 老鷹又從這邊過來想要抓到這邊蓋寶村民們 這邊是有機會全抓的 老鷹這邊是完全沒人擋得住 上面的騎士終於出動了 在家裡防守 搞定 波蘭這邊三攻 趕快點下吧 或是三防 但是現在農田被騷擾 大莊園現在沒有辦法穩定踩肉 好這一波看起來 老鷹還是做到了很多效果 好城堡現在一發箭矢只能剩3滴而已 11加3 射城堡只有3滴 但還好戰錘兵可以破防他 好哈喬這邊開始心服氣躁了 這邊農田開始隨意灑了 你就不管大中魚的特殊效果 好灑田就對了 農田太少了 好 這個叫做醜田 好現在挖礦有點多啊 17個人在挖田 好看到戰錘兵之後 MBL選擇果斷轉出了投石手 投石手對於步兵單位有 有額外增傷的效果 但是現在攻擊力還沒有提升 射程有點短 好戰錘兵被投石手打 血量掉得很快 好哈特3攻點下 在左邊這坨老鷹打破這個洞 有沒有 喔戰錘兵來了 好下方的城堂中心直接被騎士手撕 這個野礦被守了下來 戰錘兵直接往左貼近敲爛的老鷹 戰錘兵對戰投石手老鷹的搭配 那MBL這邊要轉型嗎 MBL這邊也可以轉型成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打戰錘兵互打 正面扛線能力很不錯 只靠勞鷹扛線的話還是吃力了點 這個勞鷹還是不要打正面比較好 這個正面戰錘兵太坦了 好下面有一波騎士多線 好晃到了一些 頭石頭上去 三級射終於補下了 可以開丟石頭 哇這個戰錘兵被投石手打 真的是血量掉的很快 好左邊重新補下新的城鎮中心 下面這一坨騎士還沒有離開 好投石手又抓到了機會 哇投石手打戰錘兵打好快 好這戰錘兵其實很害怕騎兵喔 這邊開始轉洛馬 把洛馬的 能力全點好 好現在有列克提克遺產了 大洛馬金冠 擴散傷害效果已獲得 那現在點個大洛馬 二級馬凱 提升完畢 就可以去打這些投石手 啊這些投石手是怎麼回事 NBL沒有控好 投石手直接走到了 HART的城堡下方 送光了 NBL 難得一見的大失誤 這肯定是失誤了吧 這肯定是吧 送掉這一坨投石手 你還有辦法可以擋嗎 哇又要花一堆黃金去補投石手 完了完了 黃金投資這麼多在投石手身上 但是不出又不行 人家戰錘還是很麻煩 好下方老鷹 集火收掉戰錘 好現在大洛馬開始成型了 PART有2000多的肉 馬就已經補得差不多 可以再多補一點 10個馬就開始要噴馬了 好正面部隊 投石手 數量現在只有17隻 好補了大槍兵 這麼多的大洛馬 打老鷹擴散傷害的效果非常好 因為老鷹的防護率是0加4 知物盾多加1 只有4點防護率而已喔 其實並不高 大洛馬的傷害可是有13點的傷害值 打一下有9滴血啊 打老鷹9滴血很快就沒了 喔喔喔喔喔喔 開始追開始追 十手高低 好戰錘兵在上方 好騎士想要走多線 但這邊都已經被圍好了 好像沒什麼太大問題 欸結果正面圖突然開打了 說好不打的怎麼突然開始躁動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戰錘上去 肉馬沒有輸出環境 人家後面繞了 只剩下戰錘在前面卡 但戰錘被頭獅手高打滴 這一波頭獅手可能會被吃光 後面肉馬想繞背去打頭獅手嗎 不是 欸又回頭 還沒有碰好 HOT這一波也是送了一波大碗的 這一波怎麼看 波蘭人都不應該往前衝啊 戰錘配肉馬 戰錘沒了 就沒有輸出了 好肉馬現在要重新續一下 波蘭人沒有遠程部隊 沒有弓兵 只有布齊作戰 是戰錘配馬 他是HOT擁有非常好的經濟能力 瘋狂噴馬戰術 好這一波戰錘兵過來 好這一波戰錘兵過來 殘的殘 但是好像突破了一些槍兵防線 中間達到一些頭獅手 但頭獅手在高地的優勢還是太大 高達第一傷害頂尖突破 NBL這一波有望守住 甚至有機會反推嗎 好 點下的工程過程是 但是資源已經來到了極限 NBL村民處一直都是沒有滿的 人口一直空著50人口 這裡應該要再多補一些村民喔 人口就是經濟啊 好現在村民 趕快遷復 肉馬趕快追上去 這一波戰錘兵 直接突破了前面的槍兵防線 好但現在是肉馬不夠 肉馬開始往前補 但是戰錘兵的數量開始慢慢變少 這一波肉馬 做到了 很多事情 頭獅手被肉馬追到有點慘烈 擴散傷害效果 全部的頭獅手都殘血了起來 完了 還有獅手直接被肉馬吃光 好槍兵趕快再補 右邊有一隻肉馬 好 鞭石 右邊這個洞趕快補起來 不能再讓對方流動進來了 好現在這裡又一波多線 NBL經濟也還有1000塊錢 中間這塊附金雖然是挖完了 但是左邊已經失守 HOT準備要來個多線 哇這一波HOT戰錘兵 扛線扛得很好 把所有的槍兵吸引住 然後用肉馬突破了前面的槍兵防線 好衝到後排 抓頭獅手 好HOT這邊也轉戰錘兵 你槍兵這麼多 槍兵配頭獅手 這個解法直接出戰錘 就可以全吃了 哇 玩肉馬 肉馬又要送掉了 但沒有關係 就送吧 反正波蘭 肉 最不缺 哇 結果出了三台巨頭 卻沒有 攻城機會 對方的兵力真的太多了 波蘭又再從下方開始進攻 太多了 哇 這個聰明死的死 慘的慘 好 再毛兵補下MBL 現在破爛人 大肉馬還在繼續出 但是攻城行動已經開始了 殘忍中心 第一個被打掉 第二波 還能打嗎 MBL 已經只剩下85隻村民 沒有黃金 不然這時候才忘記要點下三井農田 好 下方的大肉馬 終於突破了下面TC防線 死的村民有點多 下面炸裂 聖物被打噴 黃金直接斷絕 最後的是聖物黃金 沒了 當然是可以繼續補 先補一個 但現在兵力怎麼都囤在家裡不動呢 57隻的槍兵 這是什麼情況 有槍兵 卻 卻部署在同個位置 可能是想要鎖住這三台巨頭 好 這是他的最後希望 好 大量槍兵往前衝了 斷垂兵在後面 等你出來 好 明明的肉馬還在抓村 這一波斷垂兵 逼退了前面 後方投資手輸出 但投資手數量其實所剩不多 只剩12隻 這波波斷垂兵 在後面輸出 打投資手效果不錯 這波波斷垂兵 直接被推了回去 這一波波斷垂兵 有點被反推 但是後面肉馬還在砍 這波村民死的有點多 只剩下不到50隻村民 雖然前線有兵力 但是家裡已經炸裂 波蘭大肉馬抓村民效率是 非常非常好的一個文明 好 這波波斷垂兵 也打不贏 戰錘兵成功突破了槍兵前線防線 後方的戰毛兵 也在努力輸出當中 這一波打下去 NBL打出了GG 我們恭喜 哈特拿下 綠莎里撤禮 最後波蘭人 大量戰錘 配上肉馬還有戰毛兵 收掉了硬家 這個文明 但是關鍵的還是肉馬有流進去這件事 這個依舊沒有維持 一直都有動 有動的話 就能衝到後面農田 農田只要被破了 這個經濟炸裂 硬家人也沒得打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最後是由波蘭人 哈特拿到資源上的全面勝利 贏了2萬4 2萬3左右的資源 這個資源有點猛 食物真是贏了2萬 哇 設想一下2萬肉的食物 可以出多少隻肉 200多隻以上 好啦 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